比如說我們的流程基本上第一個先選取它對不對 然後插入一個名稱定義 名稱定義為抽題 所以一的範圍是抽題 然後這三個是什麼呢 是考題 有時候就記得那個邏輯就好了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利用這樣的方式 再把這邊做一個rand 不過其實有時候這邊是兩欄 那你當然也可以簡化啦 你可以貼到原來那一欄其實就好了 就不需要再貼一欄 貼在原來那一欄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當然多一欄 接下來就是說我要取得這個分成三個階段 我剛剛特別強調說第一階段去取得最大的那80題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是最大的那個large 那large怎麼取最大的呢 範圍就是從抽題裡面 所以f3去找到抽題裡面的 第幾大 前面有題號 按確定 然後這邊點兩下 就可以找到最大的那幾個數字 應該都是0.99 一直98 97 那這個地方找到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再去找到這個最大的它在哪一列 那哪一列的話用match match之後的話呢 把剛剛那個lookup這地方的話呢 把這裡面的我們的value 這個value的話是要找到的value 所以這裡這裡的話請你把它貼上去 把剛剛這個詞有沒有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在哪邊找呢 在抽題裡面找 所以這邊的話再把抽題找到 有沒有 這個詞喔 特別注意喔 lookup value 就跟那個vlog很像 是要查詢的值 就是要查詢的值喔 然後呢 第二個lookup array 其實跟那個vlog很像嘛 就是你要查的範圍 所以第一個是一個值一個 第二個是一個範圍 array一定是一個範圍 第三個是查詢的方式 我們輸入0 0的話是要完全比對 然後找到107列 按確定 第二階段就做完了 第三階段是107列對不對 要把資料帶回來 所以這邊再把它剪下來 index index裡面跳出來array的話呢 要帶過來的資料是f3 它是在考題裡面的第三欄 第三欄